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說了 麗江有三個古城 一個叫大延古城 就是後面這個大水車 但一般的遊客都不會說這個是大延古城 都是說麗江最大的古城就是後面這個大水車 其次還有兩個古城 一個就是速河古城 另外一個是白沙古城 如果有看我們視頻的朋友 我曾經有一集說了我們出過敗沙 對嗎? 是的 已經出過敗沙了 所以今天就由西藏回來雲南 第一個目標就是這個後面的就是大延古城 我們一圈看看有些什麼在疫情之下正在改變 我們Let's go 在這裡我跟你們講 這個是我好朋友在麗江的叫Apple 他今天就是我的領航員 帶我們去這個大延古城 我們去 走吧 走吧 Let's go 大家一齊來 Let's go 在這個螢光幕大家見到散散散 因為是拍攝的問題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8號 為何這麼多人喜歡來雲南 看看天氣25.5度 非常之好的天氣 大家看到一進門口之後 這條就是主街 也都是屬於暴行街 我們這個正面的右手邊 後面就是酒吧街 還有在山上就是民宿 這裡的民宿很多 但是方不方便呢? 當你拉行李時就知道方便還是不方便 我就覺得不是很方便 拉行李時看為什麼 全部都是石路來的 更加在山上的石路 就按下就是想畫像李時看 嗎? 你會拉行李時看 這幾方便 一般地 不過住呢都屬於叫 now 不過來到麗江 當然是一定要來了麗江古城 去逛下一 我們走完這條大街了 進來就是四方街 兩邊都是全部 商業的商店 以前來麗江古城 基本上一年360天都是人多 非常之多 但是疫情之下 其實在全國各行的旅遊業 大大小小的區 都是現在大家看水淨河飛 每個古城都有四方街的 這就是麗江古城 即是大延古城的四方街 拍下給大家看看 我好朋友 在麗江的Apple 我拍去時 他又拍我 他現在帶我去後面 後面那條街的 是什麼呢 就是酒吧 和住宿民宿的地方 Let's go 我們大家一起逛逛 Apple 大家好 帶我逛逛 低渣要不要聽 先見 其實呢 在麗江呢 很多這些Live Fan的酒吧 那這間呢 是其中一間 好歌喉的朋友 可以上去自己獻唱一下 為了很 Klima 緣貝斯 抖江古城 來經濟 行為全 wash 更加坳 金山 南 Sexual 武藏 寶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這條酒吧街上 上去有很多客棧 民宿 裡面的客棧費用多少呢 現在大概不是旺季了 兩碼元左右就已經有個房間 但我自己從沒有在那邊的客棧住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超級不方便 我拉著客棧 走這些石路 之後我的客棧應該是 報廢了 我會住哪裡 下一集跟大家說 我會住在速河區 因為環境是完全不錯的 唉 現在因為疫情的問題 所以人又沒有 很多店舖 現時都是關門大吉 我們看一下 有很多人都喜歡租紋服服裝 找帥哥來拍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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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衰次喔 其實 其實 麗哥呢 除了冬天比較 少少冷 其實一連四季 都是很舒服的 每一條河 上面 都有很多 住宿的地方 始終是古城 現時在國內做生意的人 壓力真的非常之大 因為沒有遊客 尤其是遊客區 疫情 因為太嚴謹了 好似我剛才 本來 要去做 這個 核酸的 排隊 因為五一假期 排隊排了很多人 沒有辦法 去做核酸 我的行程 將會有些改變 改變 什麼呢 就等於核酸沒有那麼多人做 還要 下載不同的健康碼 前幾集都和大家說過 在國內 每一個省份 都有不同的健康碼 剛才有水車的邊緣 剛才有水車的邊緣 進去 之後淡了一個圈 今天 今天視頻來到D島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請點讚 還未訂閱的請支持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 我們下輯再見